慢点慢点 王大维发射的火箭弹是经过改装后的690-40毫米破甲火箭弹 目前主要面向国际市场 根据厂里的规定 生产出来的火箭弹要有千分之一的抽检实验 就是卖出去一千发就要抽一发进行实弹射击实验 今天发射的三枚是最近订单中的抽检样品 这些火箭弹都是由山东主门一家民营企业生产的 最近他们拿到了从1970年建厂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 为了能够使客户满意 每个环节他们都要做到最好 咱那个把板是65度 显面的 实际上它的接触面也就那么大吧 接触面 那咱凉凉吧 凉凉凉 你看我啥不买 每次发射完火箭弹 王大伟都必须要做一件事 测量弹孔 并查看装甲板背后的损伤情况 这块已经体无完肤的靶板 可不是普通的钢板 而是防坦克的装甲板 仅这一块靶板的成本就要十多万元 而每年要打费十几块这样的装甲板 这样的实弹打把就是为了测试破甲弹的威力 就像毛河盾的相互检验 把板的正面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个很小的弹孔 但是绕到后面 我们却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 地上的这些火苗是弹壳中还没有烧完的部分 现场还有股火药味 而装甲板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地方 这就是破甲弹的威力所在 破甲弹也称为巨能装药破甲弹 是现在战争中反坦克的主要弹种之一 破甲弹的使用加强了对坦克装甲车和各种技术兵器的威胁 主要原理是靠炸药本身的能量来融化金属罩 形成金属射流击穿目标的装甲防护 不受出速和射局的限制 是一种发展潜力较大的弹种 因为发射火箭弹的过程较为危险 炮手必须具有20年以上的经验 像王大伟这样的金牌炮手 在这家公司里也只有两个 而他的任务还不仅仅是在这里进行射击实验 那您是不是也经常去国外表演什么 是的 一年去的都次数多吗 这几年是基本上每年都去 像那些海外的客户 就是他会现场跟你有一些交流吗 就大玩意 有 有时候他们的士兵也打 跟你一块多一些实验试验也是 自从这款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王大伟经常要去给客户进行现场指导 而这些在2008年以前 王大伟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这些火箭弹的火工生产车间就在离靶场不远的山坡上 厂房从1970年沿用至今 生产火箭弹的宏气机电前身 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一家工厂 以生产六九十四零火箭弹为主 但是因为四零火箭弹被逐渐淘汰 订单越来越少 当时王大伟整天闲着没有活干 那会儿能多少时间打一次 那会儿一年也就打不了两三次 一次能打多少 一次 五六十发吧 打过六十发 就其实那时候订单 对 那像这种订单就相对于卖炮弹的话 是不是简直是微乎其微了 是的 当时这么出来 2002年 公司进行破产重组 当时三分之一的工人拿着安置费入股这家工厂 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 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国际市场 从一个生存到艰难的工厂 到如今一批订单就能到一个亿的蜕变 红旗机店是怎样花了六年时间 得到国外市场的认可呢 秘密就在为方避害的工厂里 杨春云 最近现在这个质量稳不稳定 特别我觉得当时前一阵的时候 这个硬度比较有瘦高有瘦软 这个就是硬度 硬度反正就是说有点达不到要求 制约了咱们这个生产进度 现在好了 嗯 初广军是军品机家车间主任 也是火箭弹零部件质量把控负责人 每一个生产环节 他都要仔细查看 在保证质量的同时 还要紧盯生产进度 现在我们接的这个外贸的这个订单 是我们建厂以来最大的一个订单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全速开足马力 正在为完成这个外贸的订单 在这里做努力 火箭弹是由箭头的战斗部分 箭中的发动机部分和箭尾的助推部分组成 这个小圆圈就是箭尾部分中最为重要的壁气盖 这样一个小圆圈到底有多大作用呢 原来这个壁气盖就是在火箭弹发射时助推的主要部件 如果它出现了问题 火箭弹就不能完成发射工作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炸糖 那将会对发射人员造成致命的危险 生产军工产品安全是第一位 而决定武器是否具有杀伤力的 还有另一个关键部件 就连加工的环节都不一样 我们一般的这个交箭的模式就是加工完了 然后一块分批分组交到检验班 而很少的工序是在随工序检验 我们这道工序就是检验员就和操作者在一块随工序检验 这是破甲弹最重要的零件 药型罩 对它的壁后差和精力度要求较严格 所以在断打时打击次数有严格要求 要超过八次以上 因为它的外面就是炸药 壁后布菌和精力度不好 会影响射流的粗细和长度 直接影响破甲效果